姊姊在身體不舒服啊 她就不過來 她現在 現在化療也沒用 醫生跟她講 跟她講說 她有抗藥性 所以沒有辦法化療 余苑期有抗藥性化療沒用 余天鋪嘗試無副作用新治療 她現在只看門診 最近有 碰到一個博士 她說有個最新的療法 就放射到 就是她直接 針對這個腫瘤 去殺那個癌性 就從零方那裡 有 有大概四個四個八個 加上十個 已經擴散了 余天鋪出席海大孝慶 她透露女兒癌指數又升高 但已經在嘗試嘴刑療法 醫生有沒有說 有繼承的訪問 嗯 醫生當然這個 所以那個博士當然說 她這個方法是最新的 然後她當然是 非常有把握 沒有開刀 不用開刀 也不侵入性這樣 她最新一個機器手臂這樣 她有上千條的那個什麼雷射光灰什麼 集中在那個 我有問她說 妳大概一個腫瘤要做多少 她大概三四隻左右 跟她的大小幾隻 現在在做這個 五胖設計 那做這個醫師的費用會貴什麼 對 我還沒有跟她談到這個問題 會有什麼副作用 她完全沒有副作用 對 比化療好多 幾乎是每天都要去做一次 一次大概三十分鐘 我問 能不能 因為她這麼多顆 能不能一次做兩顆 我說欸可以可以可以 我來試試看 其實現在一次做兩顆這樣 然後現在心情了嗎 最近我叫她搬出來住 結果心情好很多 可是她還是 你看最近瘦掉剩下49公斤 肯定心情滿高的 當然心情啊 我一去看房子 馬上叫她搬出來 因為希望她心情開朗 因為 像海鎮的人 心情很高 對她本身是非常有幫忙 現在 祥全都幾乎每天都 多去 姐姐那裡 每天都去陪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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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陪小孩玩 逗她開心啊 誰 誰 誰 完全辦婚 沒有啦 還沒有 她每天都亂搶她 沒有那麼快 沒有那麼快 對啦 我有跟她講 不喜歡就結婚啊 但其妻沒有說 妳是當天她 有意義的 她也不會催她 她們兩個很好 兩姐 那邊也經常去啊 因為剛剛心當初 要缺很多東西 她就幫她到處去買 她在她生日的時候 妳會吃 她生日生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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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她嘴巴講 不要不要不要 妳們不要 妳買東西 不要做啦 不要做啦 結果做了 高興還去洗 如果我們拿來 在吃飯 有沒有只有主人 壽星還沒下來 因為還在化妝 好 好